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自己大21岁的姐姐金成龄在喘绯闻 含往放出的图片中 女方亲密地挽着李敏昊的手 对世间默契十足 看起来非常开心 两人似乎是在逛街 金成龄虽然刚满54岁 但是保养的却非常好 不仅皮肤白皙光滑 身材还保养的特别好 气质丝毫不舒 超模 不过他们并没有遮遮掩掩 反而是坦然的在路上走着 不过单凭一张图很难下定论 李敏昊姐弟恋的传闻 目前也不知真假 两人曾合作过大火剧《继承者们》 在剧中金成龄饰演主角金炭的妈妈 还因为长相太年轻而被指 不像母子 更像情侣和姐弟 网友们在看到这则消息后纷纷表示很难理解 有人称 不可能的事儿 谁有孩子有老公 搞婚外情还笑得这么坦荡 除非李敏昊不要失业了 两人明显就正常光阶啊 也有人觉得这只是无聊的影像而已 金成龄作为韩国实力派演员 曾主演过《名城皇后》 《一只美》 《野王》等热播剧 她的感情生活比较低调 据悉是与老公有两个儿子 生活比较稳定幸福 她和李敏昊主演继承者后 私下关系很好 还曾晒出合照 李敏昊作为韩国顶流男神 感情生活备受关注 她与国民初恋陪秀智 曾在2015年公开恋情 不过后来因为工作原因 感情疏离 于2017年11月遗憾分手 此后很少有恋爱绯闻 李敏昊与金成龄都是很优秀的演员 私下关系好也是很正常的 两人都在为事业奋斗着 大家还是不要过度猜测 耐心等待当事人的回应吧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李敏昊恋爱史大起底 最爱的不是秀智 朴米英 而是不知名的初恋 2020年最受瞩目韩剧 同时也是李敏昊的退伍回归大作 The King永远的君主 在播出后引爆新一波追剧潮 除了剧集媲美电影般的高质感 更吸引人的是李敏昊帅出新高度 退伍后漫威爆表 32岁的李敏昊身为亚洲男神 真实感情生活也令人非常好奇 但他只对外承认过三段恋情 其他的绯闻也都似有若无 这不免让人好奇 他面对感情的态度 是太过专情 不愿轻易公布 还是情史太丰富 无法钟情与艺人 李敏昊出道以来 公开的恋情共有三段 每一任交往对象也都是顶级美女 尹依娜 第一位女友是在韩国 别在犹豫中 饰演崔明英妹妹名爱的 殷依娜 李敏昊和殷依娜高中同学 据说李敏昊对殷依娜一见钟情 即使连续两次告白 都被拒绝还是不放弃 第三次表白才终于成功 赢得了美人心 虽然二人相恋的日子不长 但网上有流传了一封 李敏昊当时写给殷依娜的情书 情书中透露李敏昊一见到她 就想要抱她 即使在她身边 还是会忍不住想念 可见殷依娜魅力之大 殷依娜除了别再犹豫 2010年还拍过一部电影《费家》 演的都是小角色 星途似乎不太顺利 随着李敏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两个人聚少离多 最后选择分手 而殷依娜也渐渐的淡出了娱乐圈 可是殷依娜的外貌甜美 绝对算是女神级 朴米英 之后李敏昊和朴米英 在2011年合作《城市猎人》 普出恋曲 两人被狗仔拍到深夜约会 恋情曝光 粉丝们虽然心碎 但也不得不承认 这对颜值超高的组合非常相配 可惜两人因工作忙碌 交往不到半年就分手收场 秀制第三段恋情则是和国民初恋秀制 在2015年被拍到同游欧洲 当时李敏昊在法国拍摄写真 为了见在伦敦的秀制一面 特地飞到英国 根据韩国媒体爆料 当时李敏昊为了让秀制住的舒适 特别订了一碗要价韩币 190万元以上的豪华套房 李敏昊甚至亲自租车 带着秀制一起在伦敦游玩 约会照片曝光后 李敏昊大方承认恋情 两人都是第一线大明星 外貌非常相配 国民初恋和亚洲男神的组合 实在是赏心悦目 秀制也曾在节目上被问到 被男友哪一点所吸引 他坦诚对方很会体贴人 是个很温暖的人 因为这样所以也进而产生好感了 交往两年多 两人爱得相当低调 很少对外提起彼此 但感情却十分稳定 恋情一度被外界看好 但在李敏昊2017年入伍三个月后 却黯然宣布分手 想当初宋慧桥和选宾 也是在南方入伍后火速分手 看来当兵真的对感情的一大考验 李敏昊感情观 谈到李敏昊的感情观 他曾经对媒体说道 要是遇到了爱的人 会用尽全力去相爱 但一定要秘密恋爱 据传李敏昊的个性比较大男人 属于比较主动的类型 应该不至于对恋爱没兴趣 只是爱与明星身份 加上希望分手后 伤害减到最低 因而都倾向不公开 例如2015年初 李敏昊曾经表示 自己最后一次恋爱在一年前 粉丝们回推一年前的李敏昊 正和调言会应继承者们来往密切 加上李敏昊音系生情 也有前列可循 外界推测 这段秘密恋爱的对象 很有可能就是朴姓慧 李敏昊2017年接受杂志访谈时 说过一段话 我认为理想的爱情 只能为彼此带来正面影响的关系 我不认为需要透过爱情改变或实现什么 因为守护住原来的面貌也同样重要 只能说大明星要做自己真的很难 希望李敏昊除了透过戏剧带来完美的男生角色 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